你會覺得經濟師煮得比較好吃啊 可能我中間炒不太主 哈囉大家好我是金太 未來我們會不定期的推出三米姐上菜 平常在家裡都是經濟師做菜購吃 三米姐上菜這個影片呢 就是分享簡單容易上手的料理給大家 那今天要分享的料理是蒜香花椰菜 蒜香花椰菜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花椰菜 大蒜 鹽 還有橄欖油 首先我們先開火 熱鍋 熱好鍋之後我們就要放花椰菜 那要怎麼樣直到鍋子已經熱好了 倒一點水 好 經濟師有教那個水珠這樣起泡泡再跳就是好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放花椰菜了 好像要放快一點耶 不然它會不會嚼啦 你切平的面 你要平的面貼一鍋 翻什麼 翻過來 說沒一個嗎 對 因為它不是有上色嗎 對 上色就可以翻過來 我下巴就很緊張 這是我的特色 就不太會阿 看前面看起來很鎮定阿 好像很會做 沒有沒有 一切都是假象 還說要教咧 你怎麼教菜會教而已吧 我會用說的 我會用說的 好 那我們就是 你沒有開火 我們把那個花椰菜翻面 然後大概焦的程度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下大蒜了 全部下下去 我們把大蒜加完之後 要加鹽跟橄欖油 鹽的部分呢 我們就適量加一下鹽 看你吃多鹹 然後油的部分 因為是橄欖油 所以放多一點沒關係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拌炒一下 加一些水 加一些水 花椰菜可以吃脆脆硬的啦 那我比較喜歡吃脆一點的 所以有可能現在這樣的狀態 我其實就一定可以接受 那如果不喜歡吃太硬的 就再煮久一點 花椰菜在蒜炒完之後 我們可以撒上一些辣椒片 來增加它的香氣跟顏色 還有淋上一些橄欖油 然後讓它的香氣更奔放 炭香花椰菜完成囉 好啦 現在是試吃時間 我覺得經濟師煮得比較好吃啊 我覺得我煎起來有一點點乾 然後水分比較少 可能我中間炒得太準 上個禮拜那個經濟師在做這道菜的時候 它很水很香很甜 但我今天炒起來有點乾 我覺得還可以啦 這沒那麼脆欸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好 我們今天就這樣囉 那今天其實有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沒有成功 那我們下次繼續努力 掰掰 來 就是全部加下去 然後要加鹽跟橄欖油 我香煎花椰菜 香煎和太極 要重錄嗎 要重錄 麻煩再一次 我都還沒有信心的啦 我被燙到了啦 我被笑得太開心 哈哈哈哈 我忘記要講什麼了 你